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董事长 秦婉志愿出了点问题 什么问题 近日多名秦婉志愿的玩家表示 自己在游戏中的数据被泄露 自己独创的梦境故事 被非法侵权使用 对此 显游集团还未做出官方回复 不过游戏界的专家已展开讨论 梦境故事的数据保护和版权归属问题 隐私保护是这款游戏的底线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我们的算力服务器 最近一直在被黑客攻击 原生防火墙已经升级 但还是有部分数据泄露 给我查 是谁在搞鬼 我听说最近巨石 在开发梦境游戏 会不会是 只要证据 还有事吗 林总 那个叫贺凡的信息已经查到了 他是游戏经济学领域的专家 之前一直在美国顶级游戏公司 C阶做顾问 最近刚回国 就有很多的游戏大厂都在挖他 他的信息和其他有交集吗 我托朋友查了一下 他移民前的呼吸资料 他跟秦总在同一所中学上的学 之前也一直是秦总的邻居 直到高中 随家里移民到美国 这么巧 刚回国就出现在秦婉的梦里 查一下 都有哪些公司在挖他 交代下去 继续加固秦婉之灵的防火墙 还有 帮我定一张最快飞锐点的机票 我听说那有个科研团队 研究出一种针对大脑 神经衰退病人的实验药物 我去考察一下 好的 林总 他会喜欢什么类型呢 秦婉 你在想什么呢 他喜欢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灯灯 灯灯 太美了吧 我反复有约会啊 约你个大头鬼啊 你要真觉得合法那么好 我给你俩搓搓搓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你 你 艾特呢 嗯 林总来了吗 还没呢 有 这么快就关心秦婉人来了 没有 我就是有工作要回 你脸都红了 小秦子还跟我这儿装呢 不过和这场霸送的办公室连亲 是不是想想就没好 看那偶像去 别乱八卦 上班了 好的 请坐 好 好 秦总 下班了 你可别带头去啊 等等 林总来了吗 没有啊 她又不是天天来公司 我发现一家超好吃的火锅店 一起去嘛 怎么了 嗯 好 蓝雪 嗯 你能联系到林总吗 我找了她两天找不到人 快急死我了 怎么了 月球战车那个工作时 林总一直想收购 我都谈了两个月 终于把条件谈下来了 嗯 本来都要签约了 对方却突然反悔 说是巨石游戏能给更好的条件 这个巨石怎么总跟我们作对啊 现在问题是 对方狮子大开口 直接开了个天价 你说买吧 明显是个赔钱买卖 要不买 直接让巨石减便宜了 对方就给三天期限 今天最后一天了 我还找不到林总 我真拿不定主意啊 余总 我给你出个主意 既能解决问题 既能解决问题 又不用你担责任 沈档 那你快说 高啊 贺兰雪 还得是你啊 怎么办啊 我哪不定主意 余总 您找我 是 秦总 有件事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向我汇报 您要不然等林总回来再做决定吧 您是副总 这件事很着急 林总出差好几天的联系不上 您现在是公司里级别最高的领导 这件事只能由您来定夺 好吧 什么事 五个亿 这我真做不了决定 要不然您还是等林总回来再做决定吧 对方说了 下午三点前 要是没收到我们回复的话 他就直接和巨石签约了 这项目要是真的被巨石抢走的话 会对我们的股价造成很不利的影响的 那就买 可五亿买的话 预计五年也收不回成本 那就不买 那这不便宜巨石了 秦总 您这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 郁总 我问你几个问题 您问 既然五个亿是个明显的配本买卖 那么巨石为什么还要抬高价钱跟我们抢呢 巨石在和我们的各个竞品上 都处于下风 我估计 他是想从这个项目上超越我们 提升士气 提升股价 未必 股价跌涨都是意识的 况且近几年的市场占有率 巨石一直都不如我们先有 他们的盈利水平也在稳步增长 而且也看不出来高层的大股东 有任何抛生的来头 那您的意思是 余总 夜球战车你玩过吗 月球战车是一款比较公式化的开放世界游戏 虽然说在玩法上并没有什么特色的创新 不过他们的特点就在于 它是一款化学加物理双引擎的世界观架构 就是这款游戏 在市场上拟侦感目前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巨石看重的并不是他们这款游戏 而是背后的架构技术 秦总您分析得太到位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 不能让巨石得逞 我们应该拿下它 对 技术也是显有很重要的护生痕 秦总 我觉得您太有魄力了 要不您下签名吧 女人 第yloman 男人 请不吝点 男人 男孩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